在这里我们再显示一下 好像佛陀入灭的时候 阿兰尊者问佛 佛在世的时候就以佛为师 如果你不在的时候就以害为师 佛陀教他 他说你是以戒为师 通常我们以为这个戒是什么 其实以戒为师 戒就是令我们的心清静 接着他说以害为主 以四念处为依 贯身不静 贯受是苦 贯心无常 贯法无恶 这些大家就听很多了 觉得这些 四念处 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贯身 就不静 因为身全都是五座六虎 全部都灰脱了 但是如果能够灌得透切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得清静 我不让身博着自己 灌受是苦 我们所接受的东西 有哪样不痛苦呢 你说 一出生的牙齿仔 就开心到不得了 但是这些肯定 将来就要梳婆科 一定是 观心 你说的心 那我们如果能够呢 一出生就会灌到自己的梳婆科 那时 那你肯定是很定的 人是定很多的 那你的时候就会知道 这个是 佛能够灌得通呢 他就落 常落我静 我们就不是 我们不静 苦空 无常 观心无常 当然了 我们的烦恼污染 就无常 但是 佛声 就是长住 不灭 我们的长住 长住十方佛 怎么叫长住十方佛 长住十方法 长住十方生 这个长住的意思 它是不灭的 因为这个法 有法无法 它本然长住都存在 像虚空那样 你有东西 没有东西 是你自己生自己灭的 虚空没有灭过的 如果能够误到 虚空保无灭的境界 你就误到那个常性 观法无我 一切的法 有哪有属于你的 没有人建个佛址 没有人做开山祖 没有佛堂 说可以建佛堂 所有没有一万亿的条件 我们都无法坐在那里听到经 所以有谁是你 你听到经 走出去很沙尘 我今天听到了 很聪明 这些是小孩子 所以说观法无我 这个灌 已经告诉我们 用什么来医治我们 我们一定要收这个子灌 所以修行 如果平时不修纸灌的人 你做不到事出来的 你怎能灌到 我叫你建一间屋 我记得 我 阿德仪斯最记得 那时很早期 我那三十多年前 我找一张纸 就画过丛林出来 那时还未能回大陆 还未见过 但我只听师傅说 我就记得他 自己用纸来画 后来就去过街上 去那些 德仪斯后面的街上 他有那些 叫做石湾公仔 那时还有的 又买了一些 小塔 买了一些亭仔 就砌 山门 中古楼 拿一些刺子包着他 捞着他过来 我们就摊开了一张布 在那里玩重林 玩完重林就包起他 我想德仪斯现在还记得 我们都没什么玩 最终要玩重林 他就听我说 那时我已经知道 什么长廊 我来砌 砌完之后 要问 即使我那些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丢了我 不然以后留下来 放一粒磅麦冠 原来那个心 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 难道现在这么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但是很奇怪 喜欢买一些小塔 喜欢买一些殿堂 后来179年 一开放之后 我立即冲入大陆 所有大陆的佛寺都看完 这些叫做你够胆去 每次人家做功夫 看完之后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开始 把那些重林里面 早上、早点、夜晚点 全部去问老法师 记录所有的秩序 什么叫做重林的四十八积 什么叫做即时 每天早晨晚上应该怎样 那些功课应该怎样 那些功课应该怎样 全部都将重林那些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老法师笑我 香港必须要有重林 香港必须要有重林 现在大陆已经没有了重林 你根本学习这些东西 都没有用 你不如学习经 学习这些东西 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重林 这件事情 但是 很奇怪 我实际上好像小孩子玩游戏 做模型车 就是做一些模型 就一直画 每一个堂里面 如何放一些椅子 现在你看看这个念佛 我早就已经量了 我们去寶光子 四川寶光子 全中国最美的禅堂 拿着一把尺去 别人去禅堂 都不可以进去 我们有特权进去 每张椅 那时候和刺丝未出家 逐张椅连几高几盛几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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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一分钟认识的 几十年全部杂住了 什么叫尺二什么成 全部都灌掉了 所以到了要做的时候 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设计这么多东西 你都不乱的呢 一早就灌好了 全部都想好了 多一分的桌子 跌一分的背缸 都不行了 这么重 很重的 几多吨 要掉下去的 那你是要收纸罐的 你想做什么呢 有时候 现在年轻人出家 你一定要 你究竟想什么呢 我们的心里面是 发声的 现在 都好像小孩子 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做出来 脑子想的东西还比那个 你习惯了 你一直这样的时候 你一直在那个佛经里面 它根本是无量无边 这么多的资料给你 你怎样能够可以 所以每看一样东西 就算好像做垃圾桶也好 你都要收纸罐 我突然问 为什么你叫垃圾桶 叫静结箱呢 我说明明是垃圾桶 你为什么不叫垃圾桶 你叫静结箱呢 我说我不是观它做垃圾桶 我是观它 将周围的垃圾桶的时候 它使到周围的地方静结 这个垃圾桶很大功德 你怎样舍得叫垃圾桶 它是帮我们去清洁 没有了它 那些地方就辣搭 那你一收的时候 你灌的垃圾桶 我灌它是清淨箱 所以为什么自连静愿 那些垃圾桶 就叫静结箱 静结还有功能 除了有个相 还有个功能 为什么我的香油箱 叫静脂呢 曾经又说 喂 师傅 你不要叫静脂 人家不知道你什么叫静脂 人人识了香油箱 一人没有钱放下去 你们有没有放东西 静脂是什么 静脂就是说 这些资源是来自你们的干净 而我们用就用得干净 来就离得干净 所有这些资源 我们都 如果你说香油 不过大家用惯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 喂 我们现在吃饭 收到 都是用静结箱 你说香油 只可以买香和买油 哪里吃得这么多油 它很肥 不过这些要细小声说 大家叫香油箱 招职就叫静脂箱 静脂箱 但是量度来量度去 不能灌 你一放下去 只可以买香和买油 吃不完香又怎么不浪 其实又不是的 骗你的 因为接着我们要吃饭 都是用它 所有数地 交地税 灯油火纳 全部买橙 苹果 如果你说香油箱 不能买橙 那么我们供佛的钱 去哪里取得 供的橙钱 去哪里取得 花钱 去哪里取得 想想 是不是静脂箱 灌下去 更好一点 是不是 所以说 静脂 就是说 干净 这些钱 怎么用都给你 用得干干净 一定是用来 供佛 做了三宝事业 做了种种 这就叫静脂 所以 这个 就是给我们 看到 就是说 日轮的灌 讲这么多东西给大家 只是 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佛陀成道那一日 说 奇灾奇灾 大地一切的众生 皆具有如来的 智慧得上 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 就没有法治正德 就是说 佛陀的心 和我们的心 都为是一心 我们的心 因为执着污染 一念不觉 所以 就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就有东南西北 就有一个驱生无名 仗着我们的本有的清静自身 今天 我们灌日 日就在这个苏婆世界里面 唯一可以象征到佛陀那种圆满光明 透亮 那种清静的般若自身 借着这个相 来印了入我们的心田 就将我本有的志光 能够引导出来 而在这个拆罗的相应 是种下无边的福德恩怨 令到我们他朝有日 与这个光相应 在这个光的相应当中 来专注系念一心 能够定了我们心的境 在这个心境一致 到我们要灌水 灌地 灌流泥 一直灌下去 不是一个静境的 普通我们如果灌一张像的时候 你就灌到佛很定地坐在那里 但是灌这个淨土世界 因为那时候没有录影机 如果有录影机 就会一层一层地拍摄 它就是显示那种镜的动感 现在我们说的就容易了 因为现在有录影机 但是那时候不可以用录影机的表示 它是一幅画 比我们看过佛台证 所以如果你做过佛像 还是目目独独 嘔嘔嘔嘔 就更加没有动感 所以要做到这尊佛像 人家问你这尊佛像是男还是女 观音菩萨是男还是女 凡是圣像 非男非女 非中非世 能够做到这样的像 外国人看见 觉得好像他 中国人看过他 又会觉得很相应 如果是年轻的人看他 又会很适应 年纪大的人看他 如果是男的看他觉得是男 女的看他觉得是女 其实有哪个人的身体里面 是不具备一切的 所以在这个无执着的景之中 你看到他是动的 你看到他的 亭台、楼角、水、花 这些全部佛陀的衣布 主墨有他的护法 有音乐 这些全部都是动感的 在这个本有的般若志心里面 他不是一个死直枯材 他是完全一种活生生的 是能够含藏万发 能生万发 而在万发之中 跟我们的心识 如何去相应呢 向下的观想 大家就要在这里做一些功夫 能够灌日 能够灌到 这个譬如 行家就知道了 我们拿一本录影机要拍的时候 通常就要把录影机 拍一拍一张白纸 就让他定一定招 然后再拍摄 那个机 拍摄的东西 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我们一拿一部机 那些妻子当然不明白 什么机 那个录影机 就是会移动那个机 那么这些呢 这个这样的功夫仔呢 很多人拿录影机 就不懂这个功夫仔 那么这些功夫仔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灌这个淨土的时候 首先呢 就好像录影机要拿着去录影的时候 就首先灌照一照那些白色的东西 现在我们要入灌的时候 随文入灌 就首先将那个心识 就放在那个日那里 所以那个日是为一切灌之种 然后再灌照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之立体 还有清澈明亮 明白了吗 不明白也没办法了 就是 尽量说到明白了 就是说 一切的法呢 它都有一种同一个道理 就是为什么 只是好像录影机 定一定 相机是不用的 不是相机是要拍一张白纸才再拍 它是没有效力的 但是只是录影机 那些师傅教下 就一定要定焦拍一白 原来再拍那部机 它自然调教 就会很清澈 这一贯内就立即插不住了 哦 原来 十六罐里面呢 就好像拿着录影机 去拍佛陀的境界 那佛陀的境界是非常之活生生的 但是要拍的景之前呢 要拿一部机拍一张白纸 令到我们照佛的依捕世界的时候呢 是很清澈的 是 本来预料也有很多东西都说了 都说不完 不过就是说完这一段 因为我想下次再说水灌 不然真的 真是逃跑了 其实这个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以想除想 大家知道吗 我们其实呢 众生天天在想 想金 想银 想钱 想子女乖 找到东西做 娶了一个美妇 租了一间有风水的屋 想想到心都瘡了 污染了 这个就是做业了 于是不惜做业 生死苦轮 全部都听到熟了 如果把这种心一转 想静 想佛 想日 想佛的依捕 想佛的正报 也会是这样想的 那你那个想佛的境是重呢 你想那些家 那些家的类包裹着一只猪 那你已经知道是什么 有个家好像一只猪被人家困住了 那你就想了 很少像蔡太那些 他又想佛 又想家 又是佛家 他一直在平衡 那这些很重要 如果他把想家的心 这些就全部是我的债主临门 那我就要用一种平常心 一一还这些债 你应该怎样 那在还的过程里面 他能够拿着一个平常心 就觉得这些是互法 能够他看到那种众生的生老病史 一会儿孙后入医院 他就看到病苦 老人家又这样 一会儿他还皮异的时候 你看到那种烦恼苦 求不得苦 他的孙子想吃雪糕 又咳到什么样子 不让他吃雪糕 他哭得呼天壮地 那你就灌这个求不得苦 他上学就不舍得妈妈 那这个爱别离苦 那他日日在家庭里面就灌了 哇 这些全部他的大护法 全部围着他 他根本那个佛堂 就觉得舒舒服服 他一样收到的 如果你懂得收 你不要紧 多生十个八个孙子 就当自己是小学校长 是不是 那天天灌着 跟他们车出车入 就从此岸 车去彼岸 那很愉快 做到自己舒舒服服 天天都在一个道场里走来走去 那如果灌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你念 但如果你不是了 哎 真是可怜 我又抽完他又抽孙 自己又要送回后 好像奴隶那样 形容到自己 好像在监狱那样 又是那个心 随你灌的 真是很好处的 所以灌日的意思 就是留一点时间灌日 就是由日里面 第一入清淨上的那个脈絡 是一个最能够动你的心 和那个静的相应 这里很警戒 这句话很重要 是要动你的心 去和那个静相应 如果静了你的心 和那个静相应 是偶尔的 在一个静的心里 去相应那个静 他常常用静来去契心 他常常用静来去契心 但如果你用一个动的心 来契心 那你的静 你那些静 兔树也是 它是活的 他看不到它动的 因为你的心 你能够认到这一件事 所以你在那个 染上 就会消除 你那个动的静心 它能够有种动力 好像风一样吹着浮人走 所以你的污染上 能够消除 你的静心就得到信 那这个静一得到信 你就所有的胃土就变成静土 所有的遗心静土 直心自道场 直心是静土 唯心静土 就自圣彌陀 你整个心里面 如果你在那个相似的模型里面 一路建立到自己在这里 来到去加强加强自己 在那个用功里面 总之你做着之后 只要起床 又拆牙洗面开始 你看 抹那块面 我要抹干净的佛面 当自己是佛 当我抹干净的镜 抹那些眼屎 让他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用个智慧看东西 不要用个污染看东西 蒙茶茶看东西 那你就一直灌下去 没有的 你吃早餐喝牛奶 你就当我们的滋养身心 灌一灌 上供十方法 下凤朱原性 供了其他人 又不用给他 供供而已 灌一灌 跟着自己喝的 最好处的了 但是你灌一两罐 以后你就会分给大家喝 所以你一直在生活环境里面 你完全可以转变你的心识 你的相都会庄严很多 人都会开朗很多 因为你把所有的烦恼 来到去收这个这样的 那个日冠月冠 你确实不会走鸡 十五个日你确实记得 就算你说不吃齿的那些 那天都吃齿 因为吃齿的口没那么臭 自己噴出来 自己闻回就不值得 所以口又清静 心又清静 意念又清静 用一个清静的心 去灌着月光 月光印了下来 因为你灌月就容易一些 为什么容易呢 它容易看到 灌日 现在我们找到这么久 好像星期三带它去看看 看看看不看到 总之有一天一定看到 千方百计 那你看一看 很有趣的 你看真实的日落的时候 灌一灌到心里面 打一个印下去 第二天你一用意境 灌出来 所以你说这么大的丛林 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灌出来的 你不灌出来 你在旁边 送给你 你都没收到 怎么收到 你根本平时都没看到 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一进去一看 心里面全部都知道 哪些是适用 哪些适用 哪些适用 哪本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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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书拿出来 第几页 我们全部都记住了 爱哪本书 爱哪本书 爱哪幅画 这就是说 你这个人专心 投入 对每一样东西认真 这个就是修行一个基本功 在你的行为里面的基本功 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方法去灌 在灌的情况之下 你的建地 比如对金刚经 对心经 陆祖坛经 维摩经 这些全部 这个大乘心地观经 这些基本经里面 有空巡回看 跟着华严经 自己一直去患患患 一有时间 就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哇 这些全部在末法的时期 能够种下这些圣恩 真是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